周三,美国CPI年度同比,虽然涨幅下降,但是数据月度涨幅0.6%,高于3月的月度涨幅,显示目前通胀尚未减弱,美联储可能继续强势加息,美国股市继续探底,美股科技大盘股领跌,也没有出现我们昨天所期望的巨额交易量。 截至周三收盘,恒生指数上涨0.97%,罗素负值指数上涨0.06%,标普500指数下跌1.65%,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3.06%,大琼斯30种工业指数下跌1.02%,波动力指数收报32.55点,下跌1.3%,WTN原油大涨,收报105.57美元,上涨6.61%,十年期国债,收报2.927%,下跌6个别人。 波动力指数上涨3.81%,美元指数上涨0.08%,黄金上涨0.79%,比特币则大跌6.77%,在全美上市公司方面,昨天创出新高的只有64家,而股价创出新低的达到了2595家,较周二进一步扩大。 各行业的成分股表现,微软下跌3.32%,苹果下跌5.18%,谷歌下跌0.54%,Meta下跌4.51%,英伟达下跌5.48%,辉瑞下跌0.08%,亚马逊下跌3.2% 特斯拉大跌8.25%,伯克希尔哈萨维下跌0.32%,摩根大通下跌0.63%,埃克森美孚上涨2.8%,卡特比勒上涨1.09%, 特斯拉大跌2.5%,普罗斯下跌1.33%,可口可乐上涨0.47%,沃尔玛则下跌1.05%